哎呦 好不好开车啊 云南一个社区停车场的轿车 突然起火燃烧 眼界火越烧越大 楼上邻居都忍不住今生尖叫 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 发现轿车起火后 社区的七八名保全 纷纷拿着灭火器试图灭火 这么紧张 因为车里头有两名孩童 当时灭火的时候 那个孩子在里面抓呀 当时在了 火事大了已经开不了了 所有的保安都过去灭火了 目击者表示 叫车不知怎么燃烧起来 车里的孩子一个三岁多 一个四岁多不幸罹难 目前云南的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厘清家属是否有刑事责任 镜头转到浙江 一辆电动车的车窗 突然开始有浓烟窜出 消防人员抵达后 用破窗器先敲击车窗的边角 再用水线灭火 结果发现副驾驶座 放了一个一斤烧焦的行动电源 车主事后表示 他下车办事 行动电源在车内高温下自燃 所幸社区管理人员巡逻时 及时发现才会酿成更大的悲剧 TVB新闻言锐声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